死亡本身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老病当然也很可怕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说 你很多的念头都没有去实现它 具体的实现它 或者你要去的地方 你要爱的人 你要掌握的 你要拥抱的 很多东西你都没有做好的之后 就黯然的就走了 这个比较讨人厌 是不是 你碰到圆楼网的时候 你都会说 我还没做完 你跟我叫来要做啥 状态就在一期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那如果到了二期 它等于是扩散了异味 扩散就要做化疗 或者是种种的支配的东西 老天听说疼傲人 我刚好在那个可控中间 所以就定期的回去跟医生聊聊天 都还好 因为我的生活机能都调整的差不多 更甚以前更规律 差不多是这样子 见走入初老生活 都会在午夜之前就乖乖的去睡觉 所以就变成早早起床 所以时间就变多了 所以 然后在医院的时候 然后总共住了15天嘛 口腔的疾病因 一般都是鼻胃管 所以差不多15天滴水未进 然后也不能吃东西 就有很多的时间做思考 也不能讲话 也不能回应 什么都不能做 你只能发呆 思考 然后学一些东西 确实也想通了很多事情 以前比较不乖 现在要更乖了 然后吃的比较精简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 那个酒色才气的东西也少碰了 所以 其实体重好像没什么变化 但是整个人就变精简了 我觉得戒烟比较容易 听说戒酒的不太多 戒色 戒肚 戒肚好像蛮难的 戒色也有听说 戒酒好像比较难 那照医生的说法 他就说 你就 你自己会知道的啦 你就变成慢慢的就浅着了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戒指申哥其实有在儿子的婚宴上有少唱几首 那时候算逝选了吗 因为今天的开场是写准备的 那个其实是放情的忘情的 因为我儿子本来给我们 以大家朋友们 艺人朋友们 开放的时间其实只有四首歌而已 那 那就失控了 到最后就失控了 我所有的朋友们都一直加码 我在底下 我很怕少了人家的婚礼的信 因为自己以前就是婚礼杀手 我怎么可以毁掉我自己儿子的婚礼呢 但是一上去之后呢 真的是艺人就是艺人 就是抓狂了 太嗨了 因为小孩就这一个 最后就再见一个个日子 那大家看呢 再来我们下个月 老大 いて 请 吃